我接下来我想先跟你们分享这个表格 其实你现在看它不是表格 你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短路 怎么看呢 你可以透过常用底下的这个定位点符号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定位点符号都呈现出来了 这个功能就是显示与隐藏 显示隐藏 例如说再点一下 是不是就那些定位点符号跟段落符号就隐藏起来了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是一个段落 这就是一个段落 很单纯的段落 我想没有问题 然后针对这个段落呢 我们如果啦 假设我们今天希望把那个 投奖的总金额 投奖的总金额 搬到什么地方 搬到这个前面 你知道要怎么做吗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已经画好了一个表格 或者我已经做好了这样子一个段落了 可是我要去做那个蓝的对调 那可能真的有同学就开始重新打 我现在要告诉各位有一招就是比较快速的来去完成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选到这些段落 选到这些段落先把它变成表格 因为我不希望 其实你知道吗 当我们今天选 选是不是可以 可以这样子选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只要选到头奖的总奖金 怎么选 AUTO键 AUTO键按住 AUTO键哦 然后从这个N的左边 这样子选 有看到吗 这种特殊的选法 你也不用 你也不用会 因为我觉得这样选法很危险 很危险 万一你可能在排 现在这个排版不是排得很整齐的时候 你可能会选到别格 就是一个像表格的东西的别格的一小部分 所以这个不知道也无所谓 但是我现在为了正确的选法 所以我先把它 我先把这整个段落 这几个段落先转换成表格 比如说插入表格 直接把文字转换为表格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 如果说它这边 它会有一个表格的大小的设定 有几栏有几列 可是重点 我会希望你先重视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是这一栏跟这一栏的区别 它是用一个定位点符号 所以定位点要勾选 那如果你今天 我们用的是这个空白 这个全形空白打在这个地方 它到时候这边就会变成一栏咯 所以我们就用它预设的这个定位点 然后接下来它这边就会算 这是一栏 这是第二栏 第三栏 第四栏 第五栏 所以这边栏数是5 那列数的话 它会自动判断 好 我们直接点确定 而且当我们今天改好这件事了嘛 对不对 当我们改好这件事情了 制作表格 假设我今天 我别的地方 我别的地方 我也有一个表格 我也要做相同的事 这个时候只要点F4 就做完了 我做完了 你们不要嘴巴张那么大 眼睛张那么大 真的我做完了 刚刚那个动作插入表格 然后文字转换成 文字段落转换成表格 我已经做完了 这是两个 这是第二个不同的表格 知道吗 F4就在做这件事 就是多教你们一些制作的技巧 就是假设像刚刚那一位大哥 他是不是说 他光调整 一台车不只有七张图片 他会做到一个表格去 那我突然就想到说 那会不会第二张呢 所以当你今天 你有很多张的时候 你就文字变成表格 然后直接第二张的时候 F4 用F4这个按键 可以快速去做完 相同的动作 你就不用再去选什么 插入表格 这件事了 好 可以哦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再去做蓝的搬移 例如说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投奖总奖金 投奖总奖金 我是不是选到这个投奖总奖金 假设我想要放到这个开讲日期的前面 所以直接按住他 搬过来就好了 这样就整个蓝搬过来 这样是不是绝对不会搬错 好 就是如果 如果有时候我们要把那个蓝啊 去搬移的时候 请用这一招 好 这样子的话 绝对不会搬错 资料 好 我现在重点是要告诉你这件事了 那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先把表格转换成 先把文字段落转换成表格 然后你再去搬移蓝位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 请各位先动手做一下